金融蘇爾虎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外表非常艷利、窘域以及其他的一些蝙蝠 台灣永續聯盟2009年的時候就成立黃金蝙蝠生態館 當作環境教育的一個推廣 我在1995年的時候發現了這邊的樹上 有一些很可愛的黃金蝙蝠住在樹上 它的樹量好像有在減少的一個趨勢 設計這個蝙蝠已經有12種蝙蝠住進去裡面 台灣才38種蝙蝠而已 所以這個也算是不錯的一個成效 最近也在做它的聲音的一個監測 知道它整體的一個數量的一個狀況 除了在台灣的這些數量它是比較多以外 其他地方這些國家大概就是好幾十年才發現 一隻或者是兩隻 所以一也就是說台灣其實是一塊寶島 我們這幾年也會種一些 金蝙蝠喜歡去棲息的這些樹木 然後附近的這些農家 如果願意也去投入這些所謂的 無毒農場的生作的時候 那我們整體環境變好 那這些比從自然而然就會在這邊成長著轉 繁殖下一代 我們要去那邊 因此 強於是 尊重的民憂 最大的西部 西柴南高地的全市場